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成为观察中共政局发展的指标 政大东亚所长王信弦称 考虑到人数越少越好控制 二十大政治局常委是否维持7人或有变数 虽然时间大概还有一年 但这会成为一个议题 有关二十大的人事布局 他研究近年习近平的地方考察发现 过去习近平赴地方一定带两个人 其中有中办主任丁薛祥和发改委主任何立峰 副总理刘鹤也常跟随 另有一位军委副主席 因为会考察地方部队 王信弦指去年六月前 基本上陈希都不会跟着 但从去年六月到现在 习近平十多次的地方考察 陈希都跟随 可研判从当时就开始安排党代会的人选 二十大人事布局早已启动 六中全会前 中共官方掀起铺天盖地的监管风暴 席卷金融科技 网络通讯 地产界 娱乐圈 补教业和电玩产业等 为何选在此时四面出击 王信弦形容 这可是为一场官员晋升紧标赛 继老大定下方向 接下来就是下面的人全力表现 各系统又拿出成果 过去是看经济成长和维稳 现在就是共同赋予这个概念 目前都还在这个内部竞争的过程当中 十九届六中全会如何为中共指明未来方向 国防安全研究院博士后研究员梁书源分析 这次全会应有别于毛邓所主导的两次历史决议 他指出习近平与毛邓最大的差异在于 权力来源为自身所掌握的职务与相应的体制架构 而非来自于毛邓一样的革命功勋 习近平需概括承受前人缔造的成就与历史问题 在体制内调整制度见此修补 好我们来看接下来的报道 习近平自我接班障碍未平 贪天下之功归属一人 据法广报道 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即将于八号登场 新华社六号发表题为习近平带领百年大党奋进心征程万字长文 隶属习近平执政九年功绩 称其为既往开来的领航人 为习近平二十大继续担任总书记造势 并借外国媒体和外国专家之口为习近平点赞 反贪被官媒列为习近平最重要的功绩之一 但在外界看来 反贪是习近平巩固权力清除异己的手段 因为他的反贪是选择性反贪 官媒文章在赞扬习近平大局反贪的段落中写道 九年中贪腐官员纷纷落马 其中省部级以上官员约400人 这里面有一名负责政法的中央政治局前常委 两名军委前副主席和一名中办前主任 显然这里涉及的是前中共常委 有政法王之称的周永康 以及军委副主席徐才厚郭伯雄 和胡锦涛担任总书记时任中办主任的令计划 这一段落结尾似乎为了加强可信度 新华社写道 在关键时刻习近平力往狂澜 习近平已近700天不出国门 包括最近的罗马20国集团峰会 英国格拉斯哥全球气候峰会 这些峰会理应与习近平推崇的 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关联 但习近平仅通过视频或者书面发言 新华社引用习近平的话说 世界那么大 问题那么多 国际社会期待听到中国声音 看到中国方案 中国不能缺席 中国是大国 全球领袖需要和中国领导人当面交流 可是习近平屡屡缺席了 但新华社在胸怀天下的大国领袖一章解释 习近平九年出国访问41次 足迹到达69国 如果不是新冠疫情 他还会有更多访问 在观察人士看来 习近平执政以来最失败的就是让中国在国际舞台上 日益孤立 习近平不出席国际会议 法国世界报认为是中国孤立的象征 但是新华社引用习近平的话说 我们的朋友变天下 新华社英文版的相关文章引起此间舆论主义 其中一段赞扬习近平的话这样说 海内外舆论凭借习近平 说他是一位信念坚定又行动果敢的人 思想深刻又情怀深厚的人 善于继承又勇于创新的人 能始终把握大局又敏于掌控变局的人 奋斗不止又强大自制力的人 谦逊平和又无所畏惧的人 法国政治学者邦达茨评论 中国不存在任何个人崇拜 这下让人放心了 法国媒体人昂杜瓦茨回应 习近平是世界的太阳 是人类的救世主 竟然无人发觉多么的忘恩负义 官媒把所有的功勋都凝聚在一起 放在一个人身上 这是造神最重要的标志 即将举行的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 要通过中共史上第三个历史性决议 官媒引述分析指 这意味着以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三分断代的概念 正在正式写入中共历史 被指示正式在中共官方历史决议中 确立习近平时代的标志 法新社报道分析 习近平欲与毛泽东比肩 但是西方专家普遍评估 毛泽东的政策造成了三千万至七千万中国人死于非命 新华社援引中共中央党校教授韩庆祥表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四个里程碑 第四个里程碑是2012年中共十八大以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这位教授称习思想他有效引领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他影响了整个世界 习近平被描述为是一位像父母那样爱老百姓的党的总书记 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尽管一些知情人士称习近平并没有文化 经常读错字 但新华社的文章说习近平当知情时 他在窑洞的围灯下通读三遍资本论 写下18本读书笔记 而且习近平2012年当选总书记 仅两周便提出中国梦 在今年10月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 他25次提到复兴 中国在习近平领导下进入小康社会 也颇具争议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去年在全国人大讲过 中国还有6亿人月均收入不足人民币1000元 而且一些媒体披露 按照领导人的意志 暗期脱贫 也导致一些地方出现了一些弄虚作假 临时脱贫 过后反贫的假象 新华社还列举习近平的其他功劳 比如关于香港 他指挥捍卫一国两制事业 粉碎了反中乱港势力颜色革命的图谋 但海外舆论普遍认为 在习近平领导下 有东方明珠之城的香港已经变得不伦不类 一国两制成为虚设 民主人士惨遭大举镇压 无论官媒把习近平接班的进程描述的多么华丽 海外的观察家大多认为 本应明年任期届满的习近平将在明年二十大继续担任总书记 这无疑是对把取消国家领导人终生制作为最重要政治遗产的邓小平的背弃 因此尽管习近平通过强力反腐清除一己 党内已很难听到公开反对的声音 但暗用是存在的 六中全会通过为习近平定位的历史性决议 就是为习近平能得到一致拥护扫清最后一段落 官媒则引用习近平的话来表明他继续干下去的决心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曙光在前 前途光明 在这个关键当口容不得任何停留 迟疑观望 必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一鼓作气继续奋斗 习近平还用另外一种方式表述过 这么大一个国家责任非常重 工作非常艰巨 我将无我不负人民 大有当今之事 舍我其谁的气势 距离中共二十大最后一段落 还有不到一年时间 但一些分析人士指出 还会有险恶的内斗 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教授 曾经是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智囊团成员的吴国光 日前对美国之音表示 习近平的目标不在于第三个任期 因为相关游戏规则都已经铺平 习近平要的是如何实现 对政治局常委的更高度掌控 障碍就在于习近平要的太多 但其他人也各有各的想要 这里面怎么样摆平 他表示如果明年夏天 有一名或更多政治局委员落马 他不会觉得奇怪 那就是习近平在敲山震虎 这似乎符合习近平所说的挑战增多 不想斗争不切实际 好好先生并非真正好人的逻辑 这似乎预示着中国官场或面临的险恶前景 可能会发生黑天鹅灰犀牛一类不可测的严重事件 有意思的是 新华社的文章还特意提到两个词 习近平让黑天鹅和灰犀牛进入中共词典 防范化解各领域重大风险 成了新时代的一个特点和亮点 好我们继续来看有关六中全会的分析文章 六中全会打造习近平自然既成人地位 据苹果新闻网报道 中共六中全会将在8号登场 这次会议将通过中共历史上第三个历史决议 外媒分析 此举有助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二十大之前巩固权力 并确立中共建党以来的自然既成人地位 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8号登场前夕 官媒人民日报新华社接连刊登 新时代的关键选择系列报道 习近平带领百年大党奋进新征程特高 不但回顾习近平亲自部署的各项决策 也细数了习近平担任中共总书记 九年来的中国取得的成就 为习近平宣传造势的意味浓厚 法新社报道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习近平在中共六中全会上 将为他的长期执政定下基调 会中将会通过中共历史上第三个历史决议 同时象征习近平的权威是无可争议的 报道指出 这次会议将为明年举行的中共二十大铺路 日前据新华社报道 六中全会将审议中共中央 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报道称这是中共历史上的第三个历史决议 有助于习近平在二十大之前巩固权力 一般预料 习近平将在二十大迈入第三任期 成为自毛泽东以来中国最强大领导人的地位 报道引述哈佛大学中国问题专家赛契分析 这次决议将与前两次不同 不会象征与过去切割 相反的 他将表明习近平是建党以来历史进程的自然继承人 有资格领导新时代 目的是巩固习近平作为中共光辉历史的自然继承人 赛奇提到跟邓小平时期的决议相比 这次决议可能象征历史的倒退 因为他将减少对1949年到1976年毛泽东时代的批评 中国政治学者吴强在报道中指出 通过这次的决议 意味着习近平的权威是无可争议的 这次六中全会将巩固中国回到有控制的计划经济道路 正如习近平正在推动 针对中国从科技到房地产等行业的监管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中国研究专家明克胜在报道中表示 六中全会的核心问题是习近平可能走多远 他说决议的用词和内容 可能会对习近平的自我形象期许有一些暗示 是与毛泽东和邓小平并列 还是仅仅与毛泽东平起平坐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英国卫报经报 长春腾蒙校学生捐卵每次一万美元 据自由财经报道 英国卫报今天7号披露 美国卵子捐赠行情 发现相关捐赠讯息分散在私人的Facebook群组 WhatsApp聊天室和Reddit中 捐赠者已二十几岁居多 捐赠营养费从3000美元到2万美元不等 营养费多寡取决于人种智商 就读学校等等 不宜而足 一位就读于长春腾蒙校的女性受访时证实 自己捐赠卵子获得的营养费为1万美元 用于支付高昂的学费 卫报调查了十几名不同年龄和背景 女性的个人卵子捐赠经历 发现与接受试管婴儿或代孕的人的论坛不同 捐赠卵子的相关讯息并无明确的资讯平台 提供捐赠者讯息交流或相互支持 相反相关捐赠信息大部分分布在私人的Facebook群组 WhatsApp聊天室和Reddit 报道称大多数人选在二十几岁捐赠 并且都获得相应的经济补偿 金额从3000美元到2万美元不等 捐赠的女性用这些钱来支付账单 学生贷款或度假 报道还指出 有些捐赠者透过在Facebook或Instagram上投放的广告 与获赠卵子的父母或机构进行匹配 而且这些卵子捐赠广告的措辞与希望出售自行车公寓或汽车的人 并无二致 报道举例 有广告写着 中国人、越南人、韩国人、亚洲卵子捐赠者赚了1万美元 疑惑寻找高智商的卵子捐赠者 经济补偿金高达4万美元等等 报道访问一位录取长春藤蒙校 新闻系女学生捐卵子的经历 她收到11.6万美元的学费单据时吓了一跳 虽然有奖学金支援 但生活费也是一笔开销 于是选择最快的方式取得现金 3月打电话给卵子捐赠诊所踏进捐卵行列 她表示在筛选电话中 诊所人员赞美和肯定我的身体个性和长春藤蒙校学生身份 后经过心理评估及健康检查 自己因捐卵获得了1万美元的营养费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中共用漫画为下一代洗脑 据日经亚洲报道 持续进行的中共百年庆典中 中共正在使用漫画书试图赢得孩子们的心 为下一代洗脑 一本在中共严密监督下出版的 图说中国共产党党史 在9月上架 这本217页的书面向儿童以简单的漫画和句子的形式 概述了几十年来在一党专政下中共取得的成就 书中称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消除了贫困 带领中国进入了小康社会 这是一个根植于儒家思想的目标 这本漫画说 超过130个国家已经签署了习近平的一带一路倡议 扩大中国的贸易路线 并吹捧习近平为为中国控制新冠疫情所做的努力 但是书却刻意掩盖了中共自1921年7月成立以来所犯的错误 对1989年天安门的镇压保持沉默 比如毛泽东在1966年发起的文化大革命 造成了一千多万人的死亡 但书中只是说 由于复杂的国际社会的和历史的原因 中国陷入了严重的种植和社会危机 相反书中却大肆宣扬在那十年中取得的成就 比如中国的首次氢弹实验核卫星发射 以及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 鉴于中共广泛参与了该书的出版 该书被视为本月将在中共中央全体会议上 通过的历史决议的先期宣传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推荐给您的亲友 感谢您点击节目内容 简介于的PayPal链接支持我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